回到晚安台湾 带您说新闻追真相 今天我们要带您聚焦 疫苗扩大施打第一天 各地方的状况如何 我们的新闻镜面 将会为大家汇诊出 各县市所发生的情形 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 台北市的状况 在台北市部分 我们特别以镜面上头 这两个分割画面来做对比 因为台北市来说 不但是有这个大型的疫苗施打站 另外就是有开放诊所 来进行预约施打 其实两个地方 各自有各自不方便的情形 诊所实际状况 我们等一下来详细了解 先来看看大型施打站的部分 民众反映几个状况 第一 有的人是收到了确认简讯 要他早上来报到 但没有明确的时间 所以民众一大早八点多 赶快跑去排队 然后下场就是什么 下场就是大家都一起去 然后一大堆人挤在一起 必须再抽一张号码牌 那今天来到现场的 都是85岁以上的老人家 顶着烈日在排队等打疫苗 像是在内湖的康宁国小 这个施打站 他们原本安排的地点 是三楼活动中心 老先生老太太都快要90岁了 到底是去打疫苗 还是去体能训练的呢 要爬到三楼去吗 民众开炮之后 才紧急把这个施打地点 改到了一楼 另外就是市长柯文哲 他在前往实际视察的时候 就被民众呛瞎了 我马上先来看到的是 在台北市的现场实况 施察疫苗施打地点 柯文哲先被呛 却也有长辈抢合照 差点跌倒 难走难走 中间涌入至少300个 疫苗开打85岁以上长者 全北市乱象频传 969798 工作人员现场叫号 北市设计网路预约 老先生太太们来现场 却还得重领号码牌 我们是网上预约的啊 可是你来到这里 他不是叫我还是抽号码牌吗 对还是要现场整理 再拿一个号码告诉我 今天都可以 这不是很扯吗 民众秀出通知简讯 时间只显示 上午时段 长辈们大太阳下等待 被迫群聚失去网路预约 分流目的 上午是 明明就9点到12点嘛 大家也不晓得 什么时候来比较恰当 就挤在一堆 随时找来不同医院 配合学校施打 方式大不同 向新一国中通知 确定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 康宁国校只写上午时段 还得再领号码牌 三军总医院 用身份证为码分流时间 各地施打顺序都不一样 我们下一次这个 城市会改进 在一开始你上来预约的时候 就给你选 小时 时间的分隔 甚至还有长辈 年纪没到85岁 搞不清楚状况 又跑来 房子我没有了 那没有了 内湖区 高宁国校 甚至原本规划 活动中心三楼 让当地里长痛批 长者怎么爬楼梯 我们看到那个三楼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跟区长 他们怀疑 三楼嘛 我们想也知道 国校校方 紧急更改地点到一楼 北市接种疫苗首日 也让许多长者叫骨连天 就从蒋阳问好 谈不倒